平川说电竞天天亮目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欧洲2月2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是GS中文名叫闪金匠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的两家 分别是蓝色的暗夜精灵Sonic 以及兽足Museum Mike 肌肉麦克吗 是什么意思 好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分别是红色的暗夜精灵三个H 以及红色的兽足ENA1337 证明兽足是一名德国职业选手 打得非常有个性 总体来说 那双方种族都一样 都是兽足和暗夜精灵的组合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双方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蓝色的暗夜 首发的是KOG 兽足这边 一上来的话 祭坛造的稍微有点慢 首发的是牛头人酋长 然后造了一个战争模仿 那前期的话还是出猎头 我们看一下红色的兽足 诶可以的 不一样啊 这个祭坛造的稍微快一点 首发的是小歪 然后后续出的兵应该也差不多 都是猎头 我们看一下这一家暗夜 也是出KOG 然后一上来是炼击 炼一下这边的小 哇这个地图三个小泥人 加两个三级的胖子 我们看一下这一家的KOG 我们看一下这个KOG去哪里了 这边的话造战争古术 造这个猎手大天 那他的意思就是 一上来要出女猎 这边的话非常干脆 先出AC 先练一波级 这两个英雄的配合前期 还是有点猛的 双控 是吧 一个妖术 然后一个缠绕 KOG这一波过来 有点危险了 好一上来 藏两个小树人 杀一下对方的小精灵 稍微骚扰一下 一个自爆 再来一个自爆 两个就爆掉了 好上来 这波危险了 赶紧撤 再不撤的话 直接一个妖术 幸好KOG生的不是缠绕 而是小树人 前面 小歪 各种妖术 身上的蓝海很多 这一波的话 KOG要是不交回程 基本上没了 继续往前追 再来一个妖术 走啊 走打 走打 再走打一下 这边要交吗 感觉前期的话 交TP很亏 所以说一级英雄 反正复活也很快 KOG一上来的话 稍微耽误 对方时间 阵亡 然后红色两家 集合练集 我们看一下 这边 兽足的话 首发老牛 英雄出的比较晚 这样会导致自己 应该说目的 主要是 让猎头者多出一点 这样英雄一出来 有足够的猎头 可以去练集 蓝色的两家打算是暗夜前期去杀了 然后受阻练集 但是KOG一上来 直接被对方给击杀了 所以说前面还是有点不顺 小Y打了一个幻象拳杖 去侦查一下 看看对方在干嘛 与此同时 还是和自己的暗夜 两个人混合起来继续练集 这边 另外两家也开始 会合练集 这一局 双方 前期的兵 还是打的比较的 极限 出的兵 都是属于前期 爆兵流的一个打法 好 看一下双方两家 有没有人开始升本 红色的兽组开始升本了 这边暗夜也升本 红色两家升本 蓝色两家并没有 蓝色的两家前期还是主要爆兵为主 好 那接下来 按这个节奏来走的话 蓝色的两家应该前期会来一波非常凶狠的进攻 先练集 先把两个英雄等级往上练一下 老牛要练到三级才能开头 这一波练集把自己的战争鼓鼠给裂没了 有点亏啊 OK OG升到二级 有缠绕 那是这边有个幻象啊 我们看一下 红色的两家 AC配合这个猎头 也继续去练集 这两家可是有科技的啊 科技二本马上快要升好了 暗夜已经升好了 你甘心吗 科技进度非常的快 好 蓝色的这两家现在才开始升 兽族升暗夜暂时还没有 那后生科技会导致对前期的兵比较多 蓝色两家应该找紧机会打一波 好 这一下抓到了对方练集 直接练地精实验室 老牛现在二级多 快三级了 要是三级这一波就会打得非常的舒服 哎 暗夜暗夜去对方家里骚了 没有过来去进攻 好 牛看一脚 哎呦 没有踩到小歪 如果说能踩到小歪 可以把小歪给击杀掉 好 马上来先把一个猎头再A掉 再来再杀一个猎头 一个是老牛自己 这边老牛被妖术了 被妖术的话吃不到经验 对方双交了一个TP 那这一步还是还比较赚 毕竟一上来 换了对方两个TP 另外一家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去对方暗夜精灵家里搞事 前期女猎手还是比较的硬 打AC还是有点占便宜的 老牛继续去练一波级吗 另外暗夜发现了对方在开分框 这一波找机会 先把这个分框给打掉 能打掉吗 马上要好了呀 这这一步要硬拆的话 很可能自己会全球覆没 还是比较理智 交了一个TP 发现对方开分框 后续的话和队友过来拆一拆 或是说对开分框也可以 千万不要冲动 暗夜现在还没有升本 这对方二本已经升好 看看有没有出二本建筑 这是鼓速放下已经升三本了 这样的话会导致 也可能这边暗夜出山领剧来了 那边还在出女猎手 科技落后有点多啊 这样打真的好吗 老牛难道还想练几 练完这一波可以找机会开一个分框 暗夜这边呢 是继续骚扰呢 还是找机会练一波几 现在暗夜这边开了一个分框 打了一个点 意思是还想开分框 这个点还想再练一下 蓝色的两家想办法去开框 反正前期的话科技落后有点多 那把资源堆起来吧 另外一边暗夜二发了一个那家 现在红色的两家科技进度有点快 但是兵有点爽 所以说一开始练级的话还在家里附近练 不敢走得太远 蓝色的两家则是科技落后有点多 所以说找机会去开分框 收拾二本身好 打算也去升三本了 暗夜一级也依旧还没有升本 那这边要练这个大点吗 能练掉吗 我表示很怀疑 我KOG有三级 可以招一下二级的小树人 先把这个商店练完 对方要抓过来了 这个女练手把对方成功勾引了一下 勾引到自己的家里搞事吗 这边老牛升到了四级 四级老牛看看要包一下别人的屁股吗 对方好像想过来进攻 幸好对方两个人脱节了 老牛直接去红色兽族家里开始拆地洞 没有升好城防 地洞还是有点脆 另外的话 这个红色兽子也发现对方的分框 开始拆对方的分框 双方这一波误拆吗 拆不过赶紧交TP 还是收一下这个分框 收分框看这一脚能不能踩到 哎呀直接被腰树了 那没有踩到这个小歪 小歪还是一个TP很开心啊 这一波双方互换一个TP 损失都不是很大 不过蓝色的两家已经开了两个分框 第二个分框马上要运营 红色的两家只有一个分框 但是这边红色的暗夜三本已经升好了 已经开始升硬化皮肤 那后续出山岭巨领 山岭巨领可是有点硬哦 你看这边暗夜终于开始升科技了 哇升了一半 好接下来双方是不是要开始各种打团了 这个点练的已经差不多 双方可以稍微的 哎 受阻看看二发一个英雄吗 我觉得受阻还是二发小歪好一段 毕竟团战的时候用小歪啊 对二发小歪 然后这边啊 没有买没有买中离开 KOG这边继续 买发布机器了吗 哦 买飞艇 可以的买飞艇 开始过去牵制 另外一边 收阻还是对这个分框念念不忘 先把这个分框一裂 找起机会又可以投一篇分框 这已经领先一个分框 还不够还想领先两个分框 看看靠四眼能不能把对方给打死 这边的话开始空头牵制一下 反应很快 小精灵赶紧拉出来修一下 然后各种去进进出出 修一波小操作 小歪回手一回房一下 哦 这边的小精灵待遇很高 小歪直接一空奶 好 牛这边是一级 没有踩 那这边KOG还是交一个TP 没有上飞艇 打的还是比较的谨慎 另外一边这个分框 还是被对方的小数人给发现了 那兽足这边 练完这个分框 应该找机会 也可以再去开一下 这边三本生蚝猎 猎头变成了大猎头 也是二方一个小歪 所以说双方 虽然都有一个兽足 但是英雄出的兴趣不一样 一个是首发小歪 一个是首发老牛 我们看一下 到底哪个强 一般来说 这两个英雄都是偏辅助 老牛偏控制 然后 小歪的话 偏这个奶 红色的两家 现在有山岭巨人在前面扛 好像要发起进攻了 手足后面开始出这个投石车 真的就是有输出 也有扛 这一波要发起 率先发起进攻 看一下 蓝色的两家 暗夜精灵还在补AC 补AC补女恋 不过二本身好了 可以找机会出现二本建筑 二发了一个白虎 白虎的话 生一个光环 可以提高一下这个 远程部队的输出 这边已经开始 把这个地形 搞一下 这样打团战的时候 阵型好拉扯 双方这一波要开始正面交锋 比赛进行到12分钟 双方终于要打一波团战了 地图有点大 为了把地图清理完 双方花了不少时间 不过现在资源来说 还是蓝色的两家比较赞 多了一个分框 诶 这边女练手 直接过去把对方这个分框给断了 打得有点秀这一波 这纯就打资源了 蓝色的两家纯粹就打资源 自己两个分框 对方一个分框都没有 但是自己的兄弟一个人打两家 能撑吗 能撑多久 这边女练手还是在跑队跑 对方的家里 想把对方给逼回去 但是自己的兄弟自己的队友 一个老牛好像撑不贯 赶紧撤一波 反正老牛有光环跑的有点快 可以的这一波成功 把一家给逼回来 不受阻逼了回来 先把对方的这个框盖子给打掉 哇 这一波暗夜虽然说科技进动不咋地 但是打得非常的灵活 一个空头把对方分框给拆掉 然后还把对对方主框的框盖子给搞掉了 那这一波的话 一个TP和自己的兽族两家会合打暗夜 暗夜现在一家能打两家吗 三个山林巨人还是有点硬 然后你又看看找机会 能不能秒对方一个英雄 好一脚踩 那家秒掉 好那家秒掉 接下来开始秒对方的山林巨人了 哇这猎头者打山林巨人 确实有点刮杀的感觉 KOG一个缠绕 那这边有没有保存 有没有保存 这两个山林巨人都被杀了呀 哇好 小外一口奶 这边又出了两个山林巨人 哇 山林巨人还是有点硬的啊 好老牛继续一踩 感觉这一波的话 蓝色两家不着急打呀 你们有资源优势 可以稍微再憋一波逼 那现在去打 如果打得比较惨的话 对方英雄等级一起来真不好打 雨猎手现在开始往后吐一下对方的AC 打这个山林巨人是打不动 另外一边老牛升到五级 好五级老牛看看这一脚能不能踩的好 一脚踩 想杀对方的KOG 小歪有蓝吗 没有蓝 对方及时交了一个TP 这边隐身 没有粉 有粉的话 这边AC可以杀很多 没想到蓝色两家这一波还打赢了 这优势有点大了 自己的话资源占优势 这一波团战还打赢了 这一波阵型调整好 有三个投石车 这投石车 蓝油投石车输出有点高 这一波看看 兽组买个迷你基地 把这个分框终于开出来了 另外一边 蓝色的两家继续开分框 第三片分框都在开了 不过全部都是暗夜的 暗夜要把钱给这个兽组 这一波打完 我们看一下老牛这身上有个邪恶光环 小Y等级有点低还是一级 另外的两家 这边KOG四级 山岭巨人一攻一防 这边老牛等级有点低二级 我们看一下小Y多少级了 小Y四级 可以的 双方大哥等级的话老牛稍微领先一点 但是这边小Y落后一级 这边四二 反正就打远程部队 但是一直打到后面的话 你二本打对方的山岭巨人还是有点难打 输猪的话主要还是靠兽组 看兽组这边科多开始出 诶 这边这边山 哦 可以的 红色的一家啊 反制了对方 反正用对方的套路再打了一波 也把对方的这个炸掉了 不过虽然炸完一个啊 这边还是有分框 还是有两个分框 一个分框成功运营 另一个分框马上要运营起来了 这一波的话 蓝色两家全国开始进攻 这一波老牛看看能不能找机会秒对方英雄啊 平A的话 对方山岭巨人确实有点猛 加上这个投石车看看能突一下对方A 这边这个老牛能不能围住 好 二级老牛要被围杀了 可以的 这波老牛被围杀掉 然后另外一边受阻去拖压对方 对方的这个投石车可以的 走打一下这个操作 手感非常的不错啊 这一波把对方投石车全部A掉 A完之后 对方就是一些山岭巨人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小Y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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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Y 一级小Y应该没了吧 药膏没有吃 另外一边要秒下小Y了嘛 小Y小Y磕了一个药 这边小Y小Y弄5级了 5级有点难杀呀 一口奶奶了回来 交了一个TP 这一波的话秒对方英雄 这边女猎手振完有点多 呦呦 这个山岭巨人 完全猎头者打不动山岭巨人 看看怎么办这一局 虽然说把对方的资源给打爆了 但是对方的这个兵处理不掉 这边受阻看看要不要转一下黑白牛来打 这猎头者完全打不动啊 五级小Y 哪一口也很猛 这边先把萨满给处理掉 另外一边女猎手 女猎手这波 你部队都但是打不动对方呀 跑过来拆一下对方的 看看能不能把基地给拆掉 拆不掉 这个兵 这个兵的状态确实有点差呀 往后拉扯一下 把满血的女猎往前一点 看看能不能秒一下对方的一个 一个蜡家 蜡家往前冲 这边山岭巨人嘲讽一下 吸引一下伤害 老牛继续在和对方各种纠缠 诶 那家那家那家 哦 终于把那家给杀掉 看一下老牛这一波能不能升到6 这一脚踩踩得非常舒服 对方KOG没什么保兵道就 哎呀 这个围杀下水道啊 另外一边 这边暗夜的话 女猎手打山岭巨人还是有点打不动啊 看KOG没有蓝去缠绕一下 一个一个打 另外一边这边老牛交了一个无敌 差点被杀赶紧撤一波 小歪想追着他吗 没有追没有追 这边没有补给啊 这边老牛小歪太早阵亡了 一直没有补给很难受 对方小歪已经五级了 一级小歪和五级小歪差了有点远 对方老牛一脚 脚都抬到空中没踩出来 哎呦这些胶材对方直接一个保存 没想到啊 双方打团战的时候 有一些细节还是可以的 掌握的不错 KLG杀完这个猎头 应该可以升到五级吗 看一下 好金光一闪 这边KOG升到五级 分框这边再一次开了出来 好双方现在资源的话 主框都还有 这边是三个分框打一个分框 好 这一波经过惊心动波的团战之后 双方 双方应该是差不多 荒兵五五开吧 毕竟这个暗夜有山林巨人 一攻一防的山林巨人 对方没法处理 这边女猎 这边的暗夜还是出女猎手嘛 你都这么有钱 升个三本呀 好吧 他所有的资源都会化成来兵 一本兵打别人三本兵 前期的话只能靠树人去堆 但是越打到后面 这个质量就有点差了 哎呦 这边老牛有点危险啊 跑过来直接被对方缠绕 各种控 各种控 就知道没什么保命道具 5G老牛阵亡就有点难受了 小歪看看也没有奶 奶一口 哇 这边四个山林巨人往前一顶 对方两家 虽然说将近一百多人口 完全也处理不了啊 好 KOGKOG没有保命道具 直接被对方给围杀了 哎呦 对方嗜血山林巨人 哇 这个画面效果非常的猛 老牛升到了三级 这边直接买了出来 KOG直接买了出来 白虎呢 白虎买吗 没有买 撤一波 哎呦 蓝色的两家 虽然说资源多 但是没有科技啊 夜精灵 对方山林巨人一出来 完全处理不了 这方是嗜血山林巨人 这看起来都有点下来 哎 这两个猎头者迷路了 迷路了 哎 可惜又送了两个 另外这边隐身女恋 隐身女恋 没有 没有恢复能力啊 老牛现在迟迟到不了六级 很尴尬 哎 这一波阵型有点差 有点差 有点差 往后拉扯一下 看看拉扯一下 呦 这 这边兽足三发了一个 大屁股活雨一下有点猛好 小精灵赶紧拉 把对方的 把对方的这个魔法值 还有这个嗜血爆掉 哦 六级小歪直接开大 好 直接把对方给腰束掉 把这个大招给打到 这个大招有点太变态了 阵型卡得太好 一个无底碰都碰不到 哎呦 自己的小歪 把对方腰束之后自己也撑完了 这老牛还没到六级嘛 就打了半天 这两家基本上 蓝色两家基本上没达到什么经验 好 终于终于要把三级老牛给干掉了 这边老牛升到六级 好 六级老牛可以有点猛了 可以往前冲了 不怕死 但是对方四个三级巨人 真的可以打一切呀 六级查了一下 把对方的大屁股给杀掉 白虎升到了三级 另外一边兽足打不赢 你还出猎头吗 猎头真的已经证明 打三级巨人就是搞笑啊 对方还有嗜血 有输出有扛 C说对方资源没有你多 但是对方的兵耐打呀 你这边蓝色的两家 一直造兵一直造兵 给对方充经验了 看一下六级老牛了回家 补给一下 这还不晃吗 好 终于出狼奇出科多 还是出猎头 真的是有点头体啊 打到底 另外一家的话 暗夜还在出女猎AC 打不过呀 山里巨人太猛了 好 嗜血的山里巨人 各种嘲讽 这边兽足哥哥 兽足哥哥交了一个TP 马上回来救一下 再不救的话要没了 好 兽足六级老牛状态满满 往前一冲 冲不进去啊 对方KOG又开了一个大招 这边有打断技能吗 小歪赶紧往前撤一下 好 一个KOG缠绕一下 对方打断了 这边哪家开了一个魔法队 魔法队可以吸收非常多的伤害 这边 红色的两家啊 却是部队配合 来和部队质量高不少好老牛 终于找了个好位置一脚踩 先把对方的萨满给秃掉吧 这个萨满实在是太凶了 山里巨人 山里巨人 哎呦 六级老牛 六级老牛要阵亡了吗 这口奶没必要奶吧 马上复活 六级老牛 复活满血满蓝 满血满蓝起来继续踩 各种踩 一脚踩 但是山里巨人 直接一个嘲讽 打了半天 红色的两家 基本上死的兵很少 这蓝色的两家 送了非常多的兵 这一脚踩 继续踩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KOG给秒掉 这边小歪直接把它给保存掉 那那家跑不了吧 那家这一波终于要被秒了 老牛一脚踩 哎呀 只踩了一个猎头 这一波蓝色的两家 通过自己圆圆不对的 不对的状态 然后把对方英雄状态消耗完 终于勉强这一波稍微打赢了 但是越往红色的两家 彻一波 对方补给能力越强 蓝色两家又没打赢 哎呦 小歪又阵亡了 这边的红色小歪 已经升到了七级 七级小歪 继续冲一下 身上的话买了一个毒球 还是暗夜的毒球有点强 哎 这两家这个分块又被拆了 然后双方各拼命啊 开始造激烈 看谁造的快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老牛看看能不能找个好位置 哎呦 这个阵型有点差呀 自己英雄要被卡死了 牛往上上不去呀 一直在走位 一直没有输出踩一脚啊 走了半天走位 完全没有输出环境 自己的KOG被秒 一直想秒对方英雄 但是你出不来呀 这边好像操作有点太粗糙了 好看一下这边 牛终于冲出来了 那看看能不能秒一下对方的英雄 先把对方的三级老牛给踩晕 然后杀一下对方的部队 山林巨人嘲讽一下 对方冰多 终于把这个山林巨人给杀掉了 真的不容易啊 这边两个还在拼这个造基地的速度 看眼镜灵还是200 没有升300 哎呀 这一个山林巨人有点过分啊 跑到对方家里去搞事 很难相信他不是迷路啊 好这边 恭喜安逸啊 这个基地造得比对方快 赶紧把这个框盖子给燃烧住 哎这个伐木机起来 哎对方的基地不明智啊 你把对方的把对方这个框盖子给A掉 让对方缠不起来 然后等自己的基地造好农民过来采一架框 对方就缠不了 就缠不了了 这边继继续在补补女练手 女练手两宫两房的女练 真的打了半天这个老牛一直是6级啊 但是对方英雄等级已经成长了非常的多 我预测红字两家有可能赢 虽然说资源不是特别优势 但对方部队质量高啊 只要对方英雄啊 老牛升到5级 那基本上要赢了 好老牛往前一脚往前 看看你脚踩踩踩踩踩 可以的这一步踩的非常的不错 山领巨来山领巨来往前冲 山领巨来往前冲 6级7级的小外再一次顶起了无敌 但是7级小外顶起无敌就是牺牲一个了啊 幸福千万加 对方一个妖术还是把他打断了 身上没有什么保命道具吧 赶紧一口奶 7级小外差点被秒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这一波的话 红色两家阵型有点差呀 好关键时刻 一个6级大招开出来 部队满满舒服 又有一个打断技能 老牛过来一脚踩 好 这个投石车位置有点差 被对方直接用你的手A掉 3级小外跑到哪里去啊 跑到对方家里去了 还是被杀 老牛一脚又踩了出来 现在山里剧还是一个没法处理的点 这边女猎手 一对女猎手也打不过一个山里剧的感觉 哦呦 白虎又死了一个 这边6级的老牛继续撤呀 对方的老牛已经升到4级了 这可是别人的老2 老2都升到4级 你老大踩6级 这差距会越来越小 这边缠绕了半天 矿盖子还是没有缠绕起来 寿主这边开始造塔了 哎 红色的两家 嘿 想过去 但是过了一半发现KO剧被尾了 赶紧过来救一下自己的兄弟 有蓝吗 蓝的话可以把这边开一下树 把这个山里剧能在这里吸入成灯的伤害 这边有保存吗 小歪 好小歪隔空一个奶 有没有保存啊 保存试一下保存试一下 7级7级的英雄 哇直接被杀 哎呦 小歪掉一口奶稍微慢了一点 飞艇也慢一点 小歪的奶也慢一点 都是慢了一点 但是虽然说自己7级英雄阵亡 但是后续部队红色的两家非常的凶 这边的KOG终于到6级来开一个大招 没啥用感觉对方一脚踩吗 好直接还是小歪一个妖术打断了这个技能 现在蓝色兽阻已经被对方充眼了呀 家要被充 7级牛头应该是不怕死 现在应该可以复活 这边 三发英雄都升到4级了 所以说双方这个部队战损 红色的两家损失 确实太多了 7级这边老牛倒下马上要复活 6级KOG马上阵亡 7级老牛原地满血复活站了起来继续弩 小歪出来 3级小歪一口奶 诶 这边的话 红色的这边小歪状态蓝不太够 如果有蓝的话一口奶 好继续奶一下 但是奶的数量有限啊 奶的是山岭巨蕾 这边猎头者没怎么奶的 这一波还在往后撤一下 否则对方撞战死也是蛮舒服的 山岭巨蕾一攻两防 拆建筑速度是有点快 拔术拆建筑 对方就两英雄 就两英雄老牛在找位置踩 哦呦 这脚踩得很舒服 再踩一脚的话 这些猎头又要阵亡了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小歪看看要不要继续拿一下 这局我称之为山岭巨蕾就是MVP 对方完全处理不了 另外这边 哦呦 对方两个塔起来了 那分控争夺战案 也没有争夺成功啊 那没办法 是把自己正面打不过呀 没有兄弟过来帮忙 只能靠自己 但是对方是有帮手的 各种农民造塔 关键是个奇迹老牛 一个保存 但是保到这里 还是有点危险啊 现在全靠地洞来守 把地洞全部拆完怎么样 诶 这波一撤退 难道是养猪撤退吗 你部队状态虽然说有点惨 但是你三个山岭巨能过去 还是能把对方英雄给A死啊 好吧 这一波分控争夺战 兽足阵营了 找了两个塔 农民开着 开开心点的踩 这边只能看着 好比赛进行到了半小时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资源啊 主冠应该都踩空了啊 双方现在都是两个 哎 这个分框都要踩空了耶 那 反转了 反转了 打到最后 现在蓝色这边只有一个分框 红色这边的话有两个分框 哎呀 这资源也要落后了 这个蓝色两家资源也要落后 这面也打不过 那现在只是拖时间了 慢性死亡 打不赢啊 英雄复活方面看一下 这暗夜太投铁了 打到后面还是出女裂 但是已经证明女裂打不过对方啊 山领巨人一出来完全控制不住 这边人家二发已经五级了 三发已经四级 你看这个兽足八级 八六四 八五四的等级 这边的话是七三的等级 这经验之杀的是真的多 好 自己唯一的一个分框 还是被对方给拆掉了 那现在蓝色的两家没有分框 但是红色的两家的话 分框这边还可以再开一下 两个分框再擦 第三个分框马上起来 红色的两家没有分框 蛮心死亡了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红色的两家想怎么结束这场比赛 五体老牛买了一个无敌 小歪的话买了一个裙补 这边七级KOG有回程 还有飞艇 飞艇的话有操作空间 四个山领巨人可以打一切 这我没看错吧 这三级大本从这边 爬到了这里 好吧 那是令人感动 好 红色的两家要发起冲锋的号角了 那这一波 看你怎么想怎么赢 本以为说1v1山领巨人是神 那现在2v2山领巨人依然还是神啊 过来拔树拆对方的月亮景 自己的队友去哪里了 自己的队友难道真的就养猪养这么明显吗 好 回家状态补给一下 拉过来 现在暗夜金灵一个人去拆对方的东西 七级KOG加四个山领巨人 对方也真的是拿着四个山领巨人 没什么好办法 反正唯一的弱点就是这个七级KOG 七级KOG一直在飘移的走位 好 交一个TP 自己的兄弟来了 自己的兄弟来了 自己兄弟一家打两家 是给自己的兄弟秀的机会吗 这边TPTP的非常的近 马上双方要会合 这个八级小歪走位有点风骚啊 八级小歪直接阵亡 这边红色的兽子打得有点膨胀了 八级小歪阵亡 但是好像影响不大吗 5级老牛也阵亡了 这看起来有点难了 蓝色的话大树全部站起来开始暴动 这波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就送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你有一脚踩 这边三个山林巨人晕 但是对方血量太厚了 这晕的时间完全不够 去把他的血量全部消耗掉 这边英雄买出来 但是好 这边轮到他对方的KOG阵亡了 六级KOG阵亡 山林巨人 嗜血山林巨人 对方大树站起来 基地也爬过来了 这打的真的是山穷水晋啊 这边陆游 一个保存 七级KOG 又一次保存成功 另外的话 五级的五级的深渊领主 终于有钱把八级小外买出来了 钱是真的多啊 八级小外一买身上真的是有群补有了 有法律药水 居然刚才还阵亡了 而这一波蓝色的两家打出机器 我们恭喜红色的兽足和暗夜精灵啊 赢得了这一波胜利 MVP 就是山林巨人 山林巨人 永远的神 而喜欢这局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